位在金峰鄉嘉蘭村的原始角落 除了是休閒露營區 而現在也透過園民會的百萬創業計畫 打造一間部落廚房 不僅能推廣食農體驗 未來也將開辦相關的課程 並結合金峰鄉的旅遊合作社 推廣鄉內觀光、產業和文化 一、二、三 原始角落部落廚房 剪消彩帶歡情原始角落部落廚房啟用 這支位在金峰鄉嘉蘭村的原始角落 原本推廣休閒旅遊產業 今年則透過園民會百萬創業計畫 打造一間部落廚房 將部落傳統飲食文化、手工藝 藉由食農與工藝體驗進行推廣 28日則舉行部落廚房的啟用儀式 我們會開辦一些相關課程 就是比如說像做Avai Avai的最開始怎麼採葉子、洗葉子那些 然後當然除了做食材之外 我們還要做一些工藝的料理 因為食農體驗它包含了一些工藝的料理 所以我們的工藝的話 當然我們很多部落媽媽 很多的手藝非常厲害 所以我也希望說開辦這樣的課程 除了給他們一個收入 也讓大家更了解我們的文化 我們的部落哪些手工藝品 在進風箱內除了小米學堂 原始角落的部落廚房將成為第二個 以食農為主軸的部落廚房 而推動箱內觀光旅遊產業的 進風箱旅遊合作社也提到 未來有機會與部落廚房合作 規劃一條龍旅遊行程 吃的很重要 還有加上DIY體驗的場所 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讓遊客可以很深刻印象 認識到我們的文化 以及我們的那個餐飲技術 這些的一個價值 我們希望我們在產業連結的面向 食宿巡遊樂裡面 更加的形成一個一條龍的產業 原始角落部落廚房不只世間烹飪教室 而是希望能從食農教育 傳承部落食材文化 以共食、共作、共享拉近彼此距離 使部落廚房成為 進風箱重要的旅遊美食、產業、文化據點 就將解進風箱不到 在另外一條龍旅遊